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间 今天直播的话题是高价值男人背后的选择门槛 这一期呢,其实是上一期的延续 咱们在上期聊到了东西方不同的高价值男人 然后今天这一期呢,就细化一下 关于说这些男人背后他们的选择门槛 今天我们直播的嘉宾还是小岳女神 欢迎小岳女神的接下来的分享 今天应该是小岳主讲 然后我会在适当的地方有一些我的见解和补充 大家晚上好啊,非常高兴又再次来到了这个Guarda签聊的平台 这个呢,是接我们上一期讲的这个中西方男人的 高价值男人的一语童讲的第二点就是关于选择高价值男人背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就是我先稍微做一个总结啊 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是刚刚进到这个直播间来听这一次的节目的 所以呢,我要把这个高价值男人的这个 上一次的概述的重点和大家再重新的去讲一下 就是说这里我就是比较简明额要啊 如果大家想知道细节的话可以去回听 主要我们在讲到高价值男人的时候呢 我讲了一个概念出来叫做社会势能 社会势能就是说这个人他 他处在的这个整个社会关系 他的人脉的价值的这个总和 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势能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杠杆 尤其是一个有高社会势能的人 哪怕他本身手上拥有的金钱是不多的 他一定能够通过这个社会势能赚取到金钱 或者赚取到其他的一些啊 就是这些啊价值的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社会势能是我们去考察一个男人 他是否拥有高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到了说 一个人如果他出生于一个非常嗯 人脉非常好的一个家庭关系当中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拥有社会势能的这样的一个男人 但是这种人他毕竟是少数嘛 而且他这种嗯肯定也嫁给这种类型的男人 肯定就是说我们需要的要求或什么样的话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呃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去盖呃 quantify怎么说啊 这个我一直想不出来这个中文了 然后呢但是我们讲到另外一种 就是说他个体上他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了 这个高的这个社会势能的啊 然后这种人呢一般就是说比较啊 我们举了一个一个讲出一个概念 叫做他能够帮人就是说逆天改命 那我们就讲到了一些非常呃的非常有高价值的 啊专业人士律师和医生 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一点 但我们也讲到了在中西方他会有一点不同 我提到了说英国的这个律师如果是 护士者是非常高价值的 如果是医生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他在美国他的社会价值更高 那今天呢我们就等一下会细细的来讲一下 就是说不同的这些专业的人士啊 他们这些高价值的这些专业人士 嗯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还有你得到他们的门槛是有什么不同的 那在讲这些所有的之前呢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要讲一个概念 就是为什么说选择不同的男人 他是会有门槛的 就我们想要的男人肯定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去得到嘛 对吧如果他足够的优秀的话 所以他必然会是有门槛的 这个门槛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男人啊 他的这个高价值 他的体现他是有一个时间点的 你会发现不同的男人 他的高价值的时间点的实现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于我们女人来说 可以等的时间是不同的 因为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 而时间就是最大的风险 所以呢男人他因为价值实现的时间不同 就会让女人是要承担的时间风险不同 比方说在千良的平台上 我们花了很多期去讲这个金融业的男士啊 那这里就不再去多讲金融业了 当然今天等一下还是会再去提一下 可是你们知道金融业男人 他们为什么那么值钱啊 就是因为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 基本上首先他们都毕业于名校 然后他们进入的这个行业 又是往往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说的这个年轻可能就说 他30岁出头的时候 他做到一定的职位 他可能就会做到年薪百万了 这个概率就会非常的大 那嫁给他们的女人成为他生命当中的 进入跟他们进入婚姻关系当中的话 那你能够得到的收益 就会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体现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今天纵观 就是社会上中西方的社会 你全部去看 能够实现在年轻的时候 自己本身拿薪水 就能拿得非常高的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金融业还是首屈一指的 那这就引申出了第二个概念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成本的这个概念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Jer在上一期的时候啊 就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就是说高价值男性 他有一个特征 就是熬得起跟熬不起 其实对于女性来说 时间的这个风险的不同 其实也体现在女人的熬得起和熬不起上面 就是说什么样的女人啊 她是属于熬得起的呢 熬得起的女人 这个要详细的谈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熬得起的女人的话 你可以年轻的时候呢 去选择那些晚级型的优质男 晚级型的优质男这个概念 也是这个Jer提出来的 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成事 是要在至少是35岁之后开始的 可能大概率是40岁之后才会发生的 那这种情况下叫做晚级型的这种高价值男性 这种晚级型的高价值男性啊 比方说医生就是的 那他其实要去 你要找这样的男人的话 那你就最好是一个熬得起的女人 一个熬得起的女人呢 你才能够在年轻的时候 不急着去兑现他的这个价值 那么你就可以等到他35岁之后开始 或者40岁开始之后 大气晚成的那个时候 那你可以再去享受这个利益 这个其实要等很多年的 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等得起的 因为有的女人他可能是属于熬不起的 熬不起的女性呢 有的可能是主观的原因 有的可能是家庭背景各种原因 那这种时候呢 他就必须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 择偶的策略上 就要去想一想 自己可能不能够随便去选择这种晚级型的男人 这种可以熬得起的女性呢 一般情况下最好呢 就是说我可以讲啊 就是比如说像对于医生这种啊 我自己身上就有一个非常 一个亲身的经历 就是我妈妈以前呢 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个脑外科的医生 然后他呢就是属于比较优秀的 然后在我的城市也是最好的医院工作的 那个医生是个博士生吗 他找的一般的相亲对象呢 人家给他介绍的都是说就是说家庭环境背景可能会比较好的女孩子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需要年轻的时候就指望他能够挣非常多的钱 我跟他的这个后来没有成啊 但是呢他后来娶的一个女孩子呢 也是我们那个城市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老总的女儿 然后也是在加拿大留学回来的 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大家给他介绍的对象啊 这种都是那种不指望他年轻就挣钱那种 然后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娟儿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啊 因为他是男大毕业的嘛 他遇到的都是学霸非常优秀的那种 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医生的学长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从这个故事里面你能够更完整的理解得到 什么样的女人是属于熬得起的女人 是可以选择这样的晚级型的高价值男性的 好的我分享一下我医学院学长的故事 我这个学长呢是那种他在20岁的时候 你看到他就会知道这个小孩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的 因为他家境好 自己的学业很好 团结人的能力也很好 而且非常聪明非常自律 各个方面是无可挑剔的 我说一下家境好的概念啊 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的衡量体系 你说一个人他的社会阶层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会拿资产区分 但是事实上 呃好多人他们家是 就是资产不是特别高 但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就这样的人家 我这个学长呢是属于家里的社会地位 属于我觉得是属于中等偏上嘛 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放到一个富裕的地级室里面 那肯定是很好的人家 嗯他有个很好的一点 他属于家教很好 他不是那种急功经历 说我要很年轻的时候就挣钱的那种人 他真的是有个异者人心的理想 所以说他选择了学医 然后他也不着急去挣钱 因为他很聪明又很自律 所以说等他到三十 应该是三十出头 博士毕业进医院的时候 是进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医院 嗯应该是那个领域之内 全国最好的医院 几家医院之一吧 我也不能把话说死 说是最好的医院 可能是最好的医院之一 但是这个时候 他依然是没有钱的 我前面说过啊 他家境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家境好 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种挥霍无度的富二代 他他那种家境是属于社会地位很高 当然家里也不缺钱 但是绝对没有说可以供女朋友挥霍无度 那绝对没有那样的财力 而且这个并不符合他的家风 他自己也很厌恶那样子的生命的风气 所以说如果女孩子说 哎呀我是那种想要年轻的时候 就过上光彩的生活 光鲜的生活 那肯定是不适合他的 当然因为家境很好嘛 所以父母很早的时候 在他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帮他在一线城市买房了 所以有房有车 这个是肯定都有的 而且没有贷款 所以说他的生活是可以保障的 可是你说 作为个女生 你要说嫁给一个 当然就是所谓的官二代嘛 说能够立刻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他家里好 不代表他自己手里有钱 因为做医生 特别是青年医生 始终是没有钱的 好像那种医生的收入是特别低 在刚开始的那些年都是特别低 这个低要过很久很久 但是他那个领域之内 你做久了 做到一定的位置 肯定是非常有钱的 所以说就算是给你一个学霸 加官二代 加人品端正 加年轻的时候 手里没有太多钱 但是将来肯定有钱 这样的男生 给你 而且他那个 到了中年之后的有钱 不仅仅是有钱哦 他必然还是会有社会地位的 被人尊重的 可是这样的男生 我觉得一般女生 确实年轻的时候 是捏不住的 这个学长在恋爱期间是没有什么绯闻的 他后来娶的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学姐 他们应该是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结婚 那个时候两个人年纪都差不多 现在应该结婚也蛮久了 他比我稍微长一点 就结婚很多年了 现在的生活还是很好 就是生活很幸福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幺蛾子 这个学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学姐是一个书校门第的女孩子 就家里不算是大富大贵 但是也没有负担 那个学姐后来去了一家 九八五高校去做老师 是 当然她能够进那个高校 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很不容易 那个学姐的颜值是 中等偏上吧 真的就是中等偏上 肯定不难看 但是她并不是那种说魅惑众生 让人一眼想起颜值很高的那种女生 我觉得就是同样的颜值 她如果是想往那个妖妹 这样靠的话 她也可以 但是她不是 她是那种很正派的那种女孩子 但学姐最重要的是 她有一个坚弱磐石的价值观 她是那种不会被消费主义 所影响的女生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一个年轻女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我知道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女生能够做得到啊 但是这个学姐真的是很很棒很棒 她真的就完全没有说 我作为一个一个教室的小孩 我嫁给了一个官二代 我应该怎么怎么着了 我嫁得怎么样了 她你是你在她身上 你完全体验不到 就是任何一点的属于那种浮华的价值观 完全都没有 她不会说我今天那个我社会阶层我提高了吗 我跨阶层了吗 我怎么了 就是那种那种在我们的那种喧嚣的世界里面 很常见的价值观 她是没有的 她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 她就是可以过很简朴的生活 而且她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是可以这么简朴下去的 虽然从客观上来说 我们都知道学长将来肯定是可以挣大钱的 这个是无比确定的事情 但是学姐并不是说 我去投一个将来肯定可以挣大钱的股票 起码她给你的 整个人的那种亲切和爱可情的感觉 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你只会觉得 她是欣赏学长作为一个 好学自律 勤奋的好男人 而嫁给她的 我觉得这是 有的女生她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品质 然后这个品质真的不是假装的 不是说人家假猩猩的 假装可以吃20年的苦 30年的苦 然后等一个等男人到四五十岁才发达 去做贵妇 我怀疑她脑子里根本没有说我要去做贵妇这样的念头 当然学姐之所以有这个坚弱排斥的价值观的同时 在现实生活里面也过得下去 前提还是因为 她毕竟是家境还可以 然后自己的学业可以工作也可以 所以说她并没有强烈的需求说我要靠一个男人改变命运 她没有这样的心理需求的 就如果是家里又没有负担 然后自己的工作很受人尊重 她本身在物质上 精神上就非常的丰裕的话 她确实没有疯狂的欲望说我要嫁一个有钱的男人 我要嫁一个怎么样的男人 我要让他改变命运 我熬不起 或是说让我苦那么多年 我承受不了 她其实她的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过得还比较宽裕 然后精神上也是非常的知足 然后平时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学生 很多的支持者 那她确实是熬得起的 但是说如果一个女生 你哪怕你跟她一样有坚弱磐石的价值观 可是你并没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 这个我们是实话实说 确实不是每个女生 你别人跟你关机场 说女生你要自强呀 你要去要有工作能力呀 你为什么不靠自己奋斗啊 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学姐其实她很幸运 因为她身在一个 也是一个挺好的家庭 然后自己是有这样的智商 有各方面的可以团结人的能力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品质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她可以有品质来支撑她的那个价值观 但是很多女生确实是如果家境有拖累 或者说就是智商很一般 或者是说就是那个情商就就就起不来 就这个整个人的气质就是不让人不让人喜欢 那确实就是熬不起的 你再怎么给她灌鸡汤 说你要努力 你要奋斗 你要靠自己 其实都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中国本身是一个 竞争非常激烈 恰饭都非常困难的一个国家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匮乏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我们其实没有人可以挣到轻松的钱的 我说的是平民百姓啊 没有人可以挣到轻松的钱的 所以说大家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现实一点 小月刚才说的很好 没有强烈希望靠男人改变命运的想法 是她熬得起的一个根本原因 确确实是 她为什么不强烈希望男人改变命运呢 首先她有这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就很正 然后第二个 她有支撑这个价值观的条件 包括她的家境是优良的 包括她个人的智商是高的 然后她自己有各方面的好的品质 能够支撑得起她本身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说她一个人已经过得很好了 在她去找老公的时候 她并不指望一个男人来让她去翻身 对这个两个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 我就立在多嘴一句啊 因为我最近的生活里面 接触到了一些 家风很正 为人的价值观很正派的这样的人 其实让我重新反思 我们现在的潮流里面的那种消费主义价值观 是在我就在某种程度上是扰乱我们的心智的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回归贫穷 而是说我们可以享受好的东西 好的物质生活 但是不要太把它当回事 就是你既然你有这个际遇 你有这个命运 你有了这些东西 但是你不要太把它当回事 不要被它裹挟 它永远只是说你命运赐给你 然后你顺理成章的享受好了 或者是说你不会再把这些东西当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话 那我觉得是 你可能内心里会更加平静 然后你能够更加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我特别喜欢娟刚刚最后讲的这一段话 因为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思索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被消费主义绑架的这一点 其实我听到娟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是十分的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像师姐这样的女孩子真的是不太多了 我现实生活中也会见到一些 但是你知道有些人表面出来是很独立的那种 但实际上她不是的 她内心的想法就是说 她没有她还是被消费主义在就是说捆绑住的 但师姐这样的坚弱磐石的价值观的人 不被消费主义给绑架的人 当然她本身有这样的智商和能力啊 能够给自己一个本身就已经很体面的生活 这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一些综合的条件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的女孩子 如果有这样的像师姐这样的能力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不被消费主义绑架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增大自己 得到高价值男性的这样的概率 我们在下面来讲完了这一点啊 就是说什么样是熬得住的女人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 就是特别拿出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 熬得住的女人具备的应该是什么样的素质 那我们接下来要细分的讲一下 就是一些高价值的这些专业人士啊 他们的一些就是具体的区别在这里 是有些什么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想聊一下一个这个靠谱的程度 当然我们我其实这个我其实这个在跟Jar考虑时候 也在想说到底应不应该这么说啊 因为男人他个体肯定是有不同的嘛 用行业来讲他会不会有点过分的这样的去概念化某一个群体 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决定要讲一下 因为呢我相信他的职业属性有的时候是会反向的去影响一个人的品德的 所以这里呢就算有点过分的脸谱化我还是想讲一讲啊 不同的行业的男生可能靠谱程度的不同 第一个就是说啊 其实在律师和医生这两个之间我觉得有一个区别就是 我会认为说因为医生可能会更靠谱一点 当然不是说绝对啊 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医生可能老婆也换了好几个什么也会有这样子 但是呢总体来讲我觉得医生他大概率上他的靠谱程度还是会更高一点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医生他的职业属性对道德的要求是更高的 医者人心嘛对吧 他是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道德品质才能更好的和医术结合在一起去治疗病人的对吧 尤其是一些我说的是不是说去帮人整容什么之类的 这不超不起整容医生啊 就是说他这讲真话整容医生也要医德非常好的 我现在觉得做任何的医生啊都是需要医德非常好才能做得非常好的 从这点来说如果他的这方面的道德水平比较高的话 那通常情况下呢他的整个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水平也会比较牢靠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律师呢这个就要因人而异了 有的时候你看到差异化可能就会更明显一点 这个我觉得在西方也会看到有很多的 嗯律师这一行有的时候精明程度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啊 嗯这个律师啊他有的时候他是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 就是他本来干的事情就是说嗯 当然这个可能在呃不在我们这个大陆法体系之下 可能是比如说你在英联邦法这个体系之下 律师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翻云覆雨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更加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个呃感觉就会更浓一点 那他自然从业者呢也会更精明算计一点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道德准则可能不见得是会那么高的 因为他本身做的事情他可能就是帮所谓的我不想说坏人啊 或者他去帮人辩护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人就是干活事的 那你想他自己道德的要求 他自己道德的要求呢可能最后就会有一些不同 那也就是说一个这个不同职业他职业操守啊 因为对道德要求的不同 很可能会反向的去影响这个男人的平德 以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呢 也许医生可能是会更靠谱一点的 当然医生成事他要去开始兑现他的整个的利益呢 他可能时间会更晚一点 可能比律师还要再更晚一点 这也是说就是说对女生来讲你熬得住的这个成本也一定是熬得住的这个要求要更高一点 这个大家一定要心里面具有数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啊 那你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说要选择这些高价值的专业人士 那什么样的个体会更值钱呢 因为不是说他学了这个专业他将来就一定能够发展的好对不对 也不是所有的医生啊律师啊这些什么 甚至也不是所有去做金融的人都能够挣钱的对不对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应该如何去更好的在年轻的时候发现这样的所谓的潜力股呢 就这种晚级型的男人一定会成事的呢 刚刚就是说娟分享的那个案例 那个男孩子他讲了一个特点啊 就这个男孩子比较自律啊 然后又出生于名校啊 那当然这概率是会很高的 那讲真话 就算是名校出来的 就是学这些专业的 也不见得个个最后都会成为什么 达的非常出名的专家类的艺事 或者是律所的合伙人等等的 这里面中间还是有门门道道的 所以大家我们在这里呢 就要跟大家去讨论一下 首先第一个 当然是越好的学校就会越值钱 这是肯定的 就是说在美国读这个JD啊 大家都知道读前二十才是会比较有意义的 这个已经基本成为公式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学校不好的话 他会很制约他将来的发展的 我在小城市里面看到很多所谓的学律师的人 他最后也并没有成为什么特别大的 大气的人 因为就是这个真的和他毕业的学校呀 他的平台呀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我在讲一个医生的例子啊 也是这样子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你学医的将来就一定都能够有出息的那种啊 我以前初中有一个学霸的同学 他后来一路读到美国 他读的是德州大学的亚裔的博士 后来他去新加坡去行医了 他的年薪就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他说因为他念的学校比较好嘛 然后他说他当时的亚裔教授在美国啊 就是每个州都有豪宅 因为他教授是这个业界的那大学 所以就是说他肯定不同的好的学校 他肯定专业课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了 他就业的平台也会更好 你的校友的能量也会更大 这是肯定的 这个听起来是比较常识的一点 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去强调一下 因为也不要谁都去觉得好像 就是说就是只要是学了这两个就一定值钱的 也不是这样 而且他们像你还要学位要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之类的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 我反过来要再说一点啊 就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每个人手上的牌呢 是不一样的 你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够到的 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到这个清华北大 南大浙大 富丹这种类型的 对不对 就不太完全能够这样子的 你也不能够说选律师 不是这种名牌大学出来的 就不行了 那种也不能 你尽量啊 就选择你待的这个区域里面 你能力可以够到的 就是说优秀的学校出来的这种毕业生就可以 因为他将来只要在区域上取得成功 那他其实他的社会势能也是挺可观的了 第二个就是说 你在选择这些专业的高价值人士的时候 要知道越高阶的人肯定是越细分的 所以说这个需要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 就是他一定要是在某一个领域 愿意生根细做很多年的 这个我讲到英国很之前的Barrister 他们最后都是个specialist 这个和医生是一样的 就是你一定要成为专科的 你才是最更值钱的 这需要很多年的去 去去去更运和这个运作 你年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男生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办法能够判断出来 他是不是一个愿意经专某一个领域 他的这个意向是不是很明显 因为我曾经也碰到过这样的医生 他其实比如说本来学了一个啥 他后来其实也不感兴趣了 那他就不可能在这个领域 会有持续的热情去钻研那么多年 那他最后就不可能在这个领域 去取得非常好的成功 成为这个领域不可替代的一种 大拿级的人物 这个很重要 他这个专业的热情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除去 这两点客观的东西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忽视的一点 因为很多人只会看这些表面的东西 但不看实质性的东西 实质性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他就算是名校毕业的 就算他学了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这种专业 然后你也觉得他是有投身的 这个热情的 这些都不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抗压能力如何 他这个人倾态平衡的能力如何 还有他的体力好不好 你知道外科医生体力都要非常非常好的 他别回头 哎呀没开几台手术啊 然后又倒下了在这种 这怎么办呢 那你做不了这种 没有这种体力 你一天开不了刀 你站不久的话 这种情况你就不可能 能够练手到非常高高端的这个水平的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这种 有英语里面讲这个resilience啊 是非常好的一点 还有就是啊 我想跟大家说 就怎么说呢 就是这一行这两行啊 你说医生律师 哎呀反正你说什么行都是 你说金融业是这样 他是会见到很多社会阴暗面的 你知道吗 就这见到社会阴暗面呢 这有的人呢 他如果对社会阴暗面的这个接受程度 不是特别的好调整不是特别高 然后空怀理想主义的那一种呢 那这种人就怎么说呢 他可能会中途而废 就会变成就是 过干了一会儿 然后就不想干了 这种也会出现的 你知道吗 这种现实的例子发生非常多的 那这种情况下 那就不行了呀 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出来 然后好不容易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 然后突然之间你就是 你没办法面对这样的 就是不管是同行的残酷的竞争和淘汰 还是说是社会阴暗面的打击 然后你就不干了 那这个也有经常有这样 那最后就成不了大气了嘛 是不是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这个人 他是不是心态足够阳光 足够坚持 抗压性足够好 这个非常重要 你千万不要迷恋表面的那些 这里啊 还想跟大家就是说 补充的去说一点啊 就是律师和金融男之间 他的区别 为什么会有区别啊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原创啊 这些所有的都是 娟跟我讨论的时候讲出来的 就他说了一些非常多的金句啊 但他让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就说你会发现 律师和金融男之间会有一个区别的 就是不管是律师啊 还是医生啊 他们就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富裕的平 是带着一种平和的富裕感 你知道吗 但是金融男呢 他往往追求的 他是一种非常精致的激进感 这个全都是这个娟的神句啊 我觉得形容的非常的精准 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男他最终 他有一个诉求 跟这个律师和这个医生 可能有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是有超额收益的 你想金融业是一个讲究 bonus的一个行业啊 你想想看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个体因为表现的差异 就会拿到的红利就会不同 那他本质上呢 还是非常的激进的 你知道吗 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男生 这种男生可能 他都甚至是不太适合 去做这个行业的 他可能最后还会反过去 去做金融 我们把这个讲出来谈一下 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在讲高价值男性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金融 就是讲这种 我们认为的优质高价值男性 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出来 尽管我自己嫁的老公 是在金融业的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早先来英国的时候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早先来英国 其实我挺想找律师的 因为我自己当年都想学律师 但是我没有学法律嘛 就是我老公的本科都是学的法律 但是后来我老公就去做了金融 所以我能感觉出来 这个人还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如果你找的是这种比较 相对要靠谱一点的 这种能够更就是说 这种晚级型的 并稳定的这种样子的 像律师和这个 尤其是医生这一行业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激进的 激进不好 我们讲到了 就是这种挑选的这个概论呢 还有不同行业之间的区别啊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 这个大概的讲出来了 最后呢 我们就来想想 就是说他们这些 像律师啊 还有说是这些这个 就是医生啊 他们对另一半的需求 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讲的是大概率事件啊 就是你不要拿个体来攻击我 什么的 因为个体肯定是会有差异的 我觉得我只是从自己的观感来讲啊 我觉得大概率上呢 因为他们都是学霸 所以呢 他们会有一种智商的优越感 因此他们会希望另一半 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有脑子的 我觉得很少概率上 你会看到他们会去找无脑的那种纯美女 原则上来说 这种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你会看到刚刚Jergy的那个例子 也是他男大的这个学长吗 最后选的这个对象 也是他们学校里面的一个师姐 而且自己都是高校做老师的 书相门第的这种 这种概率是会比较高的 还有呢就是我发现说 就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一个JD 然后他自己选老婆的要求 就是其实很选 我跟你讲 他就是说要那个人跟他谈得来 然后呢要气质好 就是要看起来就是读过书的那样子的这种 其实这个要求就是对对方的这个智商 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文化修养 是有高的要求的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 就是女孩子想要找这样的男性的时候呢 还是要学会去做一个富有师叔 妻子华的这样的女性啊 当然他们对于对方是否野心有需求呢 这个就不一定了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工作很忙 他们倒反而希望对方是有大后方的意识的 有的人可能喜欢强强联合 有的人可能觉得他的对象是要有 就是只要做好大后方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本身工作很忙嘛 所以他们也希望有这样子 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需要强强联合的 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我觉得不太会接受 智商不够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婆 这个我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观感啊 这是我想说的 下面我跟你说 娟儿会跟你们讲一个就是说 一个非常优秀的强强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 就可能很好的可以跟我们展现 就是说律师他会喜欢什么样的老婆 好的这一对呢 夫妇两个人都是律师 而且他们的所在的律所都非常的好 现在也都是合伙人 这一对呢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见过这样的夫妇的话 你会觉得很难相信 因为他们实在太深陷眷慮了 夫妻两个人都是非常好大学的法学院毕业 而且夫妻两个人都长得很好看 而且夫妻两个人都是当时各自社交圈里面的大家 会讨论的中心 会八卦的中心 会讨论条件这么好的人 他们终究会选谁去结婚 而且他们都很挑剔 不会随便去找男朋友女朋友 但他们一旦遇上就很快谈了恋爱 然后很快结了婚 然后过了这么多年啊 这个妻子还是很漂亮 我可以说一下那个女孩的颜值吧 差不多是属于我觉得是路人里的气氛 就是普通女生里面的气氛 我知道我们星球平时有很多女生也会自评气氛 但是我我从他们的那种描述里面 我知道应该不太符合事实 但是这个女律师确实是 确实是这个路人里的气氛 就我说的路人的意思就是 不要跟明星网红比的话 他确实是你看到他之后 你会很难相信他居然是个律师 就是这样一个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的职场女性 他跟这样的男律师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很压得住 然后很顺利 因为现在这一对夫妇年纪也不小了嘛 但是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问题 当然人家夫妻之间具体的事情 你肯定是不知道的 但是起码是就朋友之类 说起来的时候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问题 而且也没有什么任何奇怪的诡谋 什么都没有听到过 刚才小月有说过男律师都很精嘛 其实那一位男律师朋友 我那位朋友 在他没有找到这个女朋友之前 和他的妻子之前 我们都觉得他很精 而且很挑 但是我觉得精和挑并不是一个缺点 就是说如果他足够的精足够的挑 并且他本身又是正派的人的话 那么他一旦挑中了他想要的妻子之后 他不会有什么改变 而且尤其是因为当年他设置的门槛突破的高 所以说比他妻子优秀的女生根本就 我觉得就很少嘛 所以这样的夫妻关系其实反而是稳定的 我最近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女人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去搞定男人 这个是我觉得我对此是有一种消极的观点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你 他很多时候他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喜欢你 或者就是说他就看中了你 此后只是不停的你们双方去试探磨合 看能不能合适的这个过程 但是说如果一个男生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看不上你或看不中你 看不中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你很好 但是你不是符合他要求的人 符合他自己需求的人 他如果看不中你的话 你可能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说女人想搞定男人 你无法永远无法搞定 本身就选不中你的人 女孩子都有个经验啊 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生本身就不喜欢你 你很难把一个本身不喜欢你的人 改造成喜欢你的人 但是女生不一样 就是你本身你不喜欢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不停的对你示好 不停的去真诚的追求你 或者是狂热的追求你的话 你很可能就会被他软化 你很可能就慢慢的觉得就爱上了他了 就喜欢他了 当然我一向提上是不要以情绪价值 再去做判断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女生 都是会因为情绪价值去做判断的 就真的就是会爱上一个本身 你不喜欢的男生 但男生我觉得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认定啊 嗯 我不说那种脑子不清楚的男人 我们就说这种脑子非常清楚的男律师 他肯定是非常知道自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了 如果你不符合他的要求 他就是不要的 对于这种脑子很聪明 然后有很精的男生来说 你不要想着去 我怎么去搞定他 你是搞不定他们的 不是说你不会成功 而是说即使最后你跟他成了 也不是你你搞定的 而是他选择了你 他刚好认为你合适 你适合他 他刚好认为你契合了他的需求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你要做的事情 你仅仅是你了解到这一点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上面的两张图照例放一下 一个是我的签料会员嘛 一个是我个人微信的二位嘛 大家可以扫一下签料会员嘛 购买一下年付的会员 年费会员的话会比你单减买要便宜 打包价的话差不多是一个 差不多五折左右吧 然后加了签料会员之后 可以加我底下这个个人微信 我可以把你拉到签料会员的群里面 可以跟其他一些会员进行一些分享 然后我们时常会有一些聚会啊 这样的活动 也会是在签料会员里 会员的这个群里面发布 那今天的课程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跟小月还会有更多的课程 以及说谁想听小月讲一些其他的 都可以给我微信里面留言 我跟小月可以对一对 说哪些我们是能说的 今天就先这样吧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好 好 好